文班亚玛能摸到篮板上眼吗 如果以保罗作为测算工具 可以看到文班亚玛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起跳里 仿佛跳出了2.5个保罗的高度 当然这只是球迷的调侃 在视觉上会有一些偏差 以目前已知的数据为例 文班亚玛的身高为2.24 臂长为2.44 张力摸高目前未知 所以这里只能拿出CBA大神塔克法尔作为测量工具 法尔的身高为2.26 臂长为2.50 张力摸高为3.11 由于文班亚玛的身高比法尔矮了2厘米 臂长比法尔短了6厘米 所以文班亚玛的站力摸高大概率只有3.05左右 绝非网传的3.23 而篮板上眼的高度为3.95 所以文班亚玛想要摸到篮板上眼 猪跑弹跳起码要达到90厘米左右 90厘米是什么概念 在NB的后卫里 90厘米的猪跑弹跳已经属于精英级别的运动能力 而身高2.10以上的内线球员 如果能拥有90厘米的弹跳 那就已经属于天花板的水平 在视频中文班亚玛大秀弹跳 可以看到文班亚玛在没有全力起跳的情况下 头已经可以完全超框 此前文班亚玛的肩膏和米勒对比的时候 文班亚玛的肩膏正好和米勒可以持平 所以换算可知 文班亚玛的肩膏差不多为2米 这就能得出结论 文班亚玛轻轻一跳就可以和2米90的篮板齐平 2米90减去2米等于90厘米 这就是文班亚玛轻轻一跳的高度 由上述可知 文班亚玛想要摸到篮板上沿 大约需要跳90厘米 这正好和文班亚玛的轻轻一跳高度持平 当然上述只是根据关键数据的推测 真实度仅控参考 个人认为状态最佳的文班亚玛 想要摸到篮板上沿 应该问题不大 但疑惑的是 为什么直到现在 文班亚玛还没有受到篮板上沿的官方挑战